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时间推算 则八卦当产生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 黄河流域养哨文化的初期 八卦又以河图 洛书而作 那么河图 洛书应产生于更远古的时期 当时人类智力水平和生产力都十分低下 你能想象出些民们住在牧主之甲 用泥草涂抹的房屋里 吃着千辛万苦采集而来的野果 和捕获的猎物或少量的农产品 半机半饱的一边用绳子打劫技术 一边又向高智回升 明一样研究宇宙的创生极其运动规律 进而作出河图洛书骂 中国古代有天子成龙的传说 本来龙是根本不存在的 古人为什么相信天上有龙呢 说完上说 临冲百六十而龙为之长 龙能又能名 能小能大 能短能长 春分而登天 秋分而入院 这种能发光 能变暗 大小可变化 能上天下海的龙不正式飞蝶的化身 如果古人没见过这种飞行 其怎么会产生龙的概念呢 早在原始社会 归以作为京士族部落的图腾 被加以崇拜 大代理中有这样一句话 甲虫三百六十而神归为之长 大罗书也有同样的描述 灵龟者 玄门五色 神灵之精也 上龙法天 下地法地 能见在王 名于凶己 王者不偏挡 尊弃老则处 同样 这种能上天入地 能遇见生死存亡 明了天灾地祸的神龟 不正是外星人乘坐的 蝶行飞行器的形象写照吗 不过 可能有人会说 古人崇拜龟是因为龟的寿命 比一般动物长 可是 即便古人想象力在丰富 又怎么想到 这种动作迟钝的龟能上天入渊 岂能预测风云呢 因此 关于河图洛书的传说 有人这样设想 在五六千年前 外星人将河图洛书的图案 分别画在雪茄形和蝶形的飞行器上 在人口相对集中的黄河和洛河出现 居住在沿河两岸的人们 看到这种会有图案能活动的飞行器 必然当作龙马和神龟 由此说出了天生神物 圣人则知这样的话 从此奠定了东方文明的基石 可能有很多人会认为 这些不过是毫无根据的推测 那么我们不妨来看看 这两本书中都写了什么 大家知道 人类对宇宙的认识 经历了地心说日心说后 现在认识到银河系 和外星系也像我们的太阳系一样 围绕着一定的中心旋转 自周大爆炸理论认为 原始的宇宙物质爆炸后 形成了宇宙中心 这个中心点相当于星系的中心 和太阳系的太阳 科学家称之为起点 爆炸后 宇宙物质被强烈的爆炸推力 抛射到四面八方 在旋转力的作用下 宇宙物质就朝着原来的旋转方向 继续旋转下去 由此可知 围绕中心旋转运动 是宇宙创生时 一切物质固有的普遍规律 然而这样的规律 竟然在洛赫二书中也能找到 从和图洛书中 我们非常直观地看到 和图洛书外圈数里 都以五为中心 五又以灵为中心 而形成了万物围绕中心的结构 将河图与洛书结合起来看 一幅围绕中心五 五又围绕中心灵旋转的河图 洛书图即刻在眼前旋转起来 这不就是一幅活灵活现的 宇宙旋转运动模型吗 河图洛书中心的灵 即是被科学家们 称之为宇宙大爆炸中心的起点 位居四正四为围绕起点旋转的 一二三四六七八 九八个数理 不就代表着原始宇宙大爆炸后 被抛向四面八方的宇宙物质吗 不就是洛书中的代九旅一 左三右七二四为奸 六八为足的八个挂吗 这才是真正原始义的先天八卦数 而我们平时所说的先天卦数前一 对二 离三 阵四 义五 砍六 梁七 坤八 不过是一个八卦生成的叙数而已 原来宇宙四面八方的这八个数 便化生出万事万物 综上所说 河图洛书反应的 难道不是宇宙演化创生的过程吗 那么 河图洛书中心五这个非同反响的数 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在中国古代 人们早已注意到了 日月星辰对地球的影响 他们找到了北极天中碎叉 很微小的北极星这个中心 平昼眼观察到北极星所在的小熊星座 有五颗星在一起 旁边还有四颗腐星 于是北极星就成为 万星拱巢的北极天的中心 古人句子定下了 河图这个中心五 这个中心五的定位 其意是超时空的 飞碟探索2001年第六期 发表少利奇先生 《无限宇宙》 奇形结合的文章 文中说 用现代大型地面天文望远镜 和卫星上载的哈勃望远镜观测 不难发现太空中任何一部分区域 距离非常遥远的地方 都可以看到像银河系一样的星系 我们称之为核外星系 也就是说在地球上观测到的天象 与宇宙中任何星球上观测到的天象是一样的 也即在地球上观测到的北极天中心 五颗星所组成的小熊星座 在别的星球上也能看到 所以这五颗星组成的星座 极是宇宙的中心属五 中心五中四个白圈 又代表北斗七星斗柄绕 北极星旋转所形成的东南西北河春夏秋 东这四个方位时令 五减四三二一变得一二三四这四个数 五加一二三四变得六七八九这四个数 宇宙一五为中心 形成了对称平衡和谐的一至四 六至九等八个天地自然之数 加上中心数五天地之数共九个 核图原本也没有实数 实是后来加上去的 一再达到包括五在内的天地阴阳之数的对称 这虽不合核图的本意 但也符合整个天地之数的平衡对称 故可成立 核图中一六代表北方水 二七代表南方火 三八代表东方木 四九代表西方金 五居中央代表土 核图洛书又共同反映了五行相生相克的规律 金木水火土又代表了太阳系五大行星 在核图洛书中 一样由北方而生 由西向东周而复始的左线 反映的是北斗七星斗柄的运行规律 因由南方而生 由西向东周而复始的右旋 反映的是行星的运行规律 太阳系是宇宙的一个缩影 所以核图洛书反映的 也是整个宇宙的运动规律 如此深邃的理论 显然不能简单地用原始人节省技术 这样的话来解释 所以有学者站在外星高级文明的角度 加以推测也就不奇怪了 这些设想虽然很生动 但毕竟还未经过科学加以论证 所以只是人们对外星人作用于地球文明的一种猜测 如果把这种猜测证明为事实 则尚需时日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脑补军 我们下期再见